想學到英文嗎? 讓你不用查字典、找手機 集翻集掃 重點是呢 它還是繁體字不是簡體字喔 像以前在學校學英文的時候 如果說不會單字的話還可以問老師 但是出了社會學英文 你會發現說 你想問的話也找不到別人可以問 但我覺得翻譯比最好的地方 就是說當你有聽不懂詞句的時候 它還可以反復播放調整語速 對於一些初學者 學習英文來講 能夠降慢語速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說第一個 Create 然後我們把它放慢語速 Create Create 它中間的連音呢 就可以聽得更清楚 它還有165萬大字庫 我目前呢還沒有找不到的單字 我最喜歡的翻譯筆的功能就是 語音助手 不會的單字啊 你都可以問翻譯筆 它都可以很快幫你找到解答 高思模糊 高思模糊 英語 Gaussian Blur 它還有英式發音跟美式發音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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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以前在使用電子撕墊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發現說它的發音是非常的機械 有聽沒有懂 486翻譯筆呢 它的發音是非常的標準自然 而且你想要複習單字的時候呢 它還有一個收藏家的功能 它可以把你之前儲存的單字呢 儲存在收藏家裡面 那如果說之後你要閱讀的時候 只要開啟這個功能就可以使用了 欸這真的好用 這功能超方便 它還有支援藍牙耳機的聆聽模式 像有時候我們去圖書館搭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模式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吵到別人 它是有支援離線掃描 即便是在沒有網絡的地方呢 也可以使用 即翻即掃真的很方便 想學到英文嗎 486翻譯筆 就是你的隨身英語教師 486 唯一正版翻體顯示販售通路 並且提供您六星級的售後服務 無論操作 維修 各種疑難紮症 一通電話 北中南門市 親自為您立即處理